HELLO 我是滴滴 那我今天要幫大家示範居家快塞的步驟 拿這個快塞包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在藥妝店或者是藥局 或者是便利商店其實都買得到 那我們什麼時候會用到這樣的一個居家快塞包 那當然就是首先我們可能有出現一些護膠症狀 那就是懷疑自己有確診 或者是我們跟政府公布的確診的主機有重疊 那我們就可以自己去購買然後來使用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去診所 索取 啊不過就是我們要敘述自己的一些接觸室或者是工作室 然後有醫師來評估說他會要給你這個快塞包 還是就是幫你專整去做拆檢 那我們打開的話就是會有這些東西 然後也會有說明書 所以其實不懂的話也可以看一下說明書 那裡面的話會有這個鋁箔裝的裡面有乾燥機 跟那個我們的卡夾 檢驗的卡夾 然後還有就是萃取液跟它上面的滴管 那上面是會有砍蓋子的 然後最後就是我們的五菌的裁剪刷 所以我那時候當然就是要先洗手 我剛才以前洗了洗乾淨之後醒一下鼻涕 我也醒過了 那醒鼻涕之後我們裁剪幫你拿出來 頭朝上70度 然後把這個東西送進鼻孔大概2.5公分 然後再轉到3到5圈 那兩個鼻孔都要這樣子做 然後就完成了 然後裁剪完的話我們就把我們的裁剪刷放到我們液體裡面 然後一樣轉3到5圈 然後轉完之後讓它靜置 至少要靜置1分鐘 讓它完全的混合才會有效喔 好那現在已經1分鐘了齁 那我們一樣要取出前我們一樣就是 可以壓著管閉 把四管刷上面多餘的液體 擠乾淨 好 包裝裡面還有附一個就是塑膠袋 我們就把這個已經汙染的採檢棒 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這個萃取液的部分我們就把第一管蓋上去 那就是到最後的步驟 那就是到最後的步驟 就把液體擠在我們的測試的卡架上 大概滴入3D就可以了 然後就等待 等待15分鐘判讀的結果出來 那出來之後我們就把剛剛的第一管拆掉 然後裝回原本的蓋子 把這些所有的東西都放到我們的塑膠袋裡面 就可以完成了 掰掰 祝大家星期健康 如果篩檢結果呈陽性 或出現任何疑似症狀 請拨打高雄市衛生局 防疫專線07-723-0250 並醫指示就醫 用肥皂搓洗20秒以上 不觸摸眼 口 鼻 少接觸 少群聚 常消毒 保持衛生 固定的人打菜 吃完飯趕快戴上口罩 早晚量體溫 做個健康乖寶寶 如果有任何身體不舒服 趕快告訴老師和親友 保護自己也保護朋友 保護好習慣 你也能做到 各位市民朋友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午安 今天高雄是1694個本土個案 中央發佈的17371例裡面 屬於外縣市的這些個案 其實是有43例 居隔期間運轉量是152例 昨天是126例 所以這個數量是差不多 外縣市的部分今天是51例 昨天是55例 這個數量其實也差不多 跟昨天差異不大 另外一個就是密切接觸者 1436例 昨天是929例 大幅度的增加的是在密切接觸者的部分 新案疫調中 因為現在的個案數稍微多一點 所以我們的疫調的同仁 還有32例 還在進行疫調 同住親友的部分 是621例 昨天是416例 餐飲娛樂是287 昨天是129 職業職場的校園是492例 昨天是354例 高風險的場域是36例 昨天是30 所以簡單講 增加的部分 是在於同住親友 餐飲娛樂 跟職場校園的接觸者 那這也看得出來說 從這幾個來看 在這個外縣市的旅遊史 已經是屬於上一波 那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到 包括一些第二波第三波 在屬於社區的這個傳播 所以各位會看得出來說 因證就醫的比例 不管是這個同住的親友的 家庭的群聚 或者是餐飲娛樂的 這個風險的場所等等 這個數量都已經增加 那職場的校園的這個部分 還是在他工作的地方也好 或者是在學校 這個都是屬於 人數比較多群聚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個數量也增加 所以簡單講 1694例的本土個案 代表說社區的風險增加 那這個是各縣市的 這個三日移動平均的區限圖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來說 我們北部地區還是 數量持續的攀升 那在台中高雄 在相對的數量也逐漸的 這個大概在 以過去的新北或台北的經驗來看 大概是落後了 這個 大概八天左右的時間 八天到九天左右的時間 所以這個也逐漸的 在增加我們社區傳播的風險 在這裡要提醒大家特別注意 那我們還是簡單的請 潘記政 就這1694個個案的一個 可能在疫情上的分析 還有整個疫調的這個結果 來跟大家做說明 是市長 各位市民朋友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那高雄市 在今天 中央六庭議員中心公佈 1737例的本土案例 那經過疫調之後 那相關的必須要轉嫌 以及規定在系統上面的 這個重複通報的部分 總共去除掉43例 所以高雄市今天是 1694例的本土個案 在這1694例的本土個案當中 那我們首先分析 在通報 在個案來源的一個結構 陽轉的部分 居隔期間陰轉的部分 152例 匡列接觸者的檢驗 633例 那在這邊 合計大概佔了1694例裡面的 46% 那陰政就醫的個案 909例 大概佔了54% 那在陰政就醫這一塊 這個大概都是 我們在詢問上面 那個案接到電話之後 我們大概都會問他 可能是怎麼樣感染的 那他們都 絕大部分 都有很直接的反應 包含在職場的 哪裡有人確診 或者是他們在什麼時候 有跟確診的接觸 那這個部分 顯示 其實在現階段 我們社區的一個風險 人與人之間的風險 只要是沒有戴上口罩 沒有適當防護的一個地方 都容易造成這樣的傳染的風險產生 那陰政就醫 大概包含的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可能有出現一些 警示症狀 然後或者是他聽到 這個他接觸的朋友 或者是 或者是 這個 拿來備忘接觸的人 告訴他說 這個他已經確診了 所以他趕快去 找到快賽司機來驗 呈現陽性去就醫的 那所以 在這邊 我們從 5月5號昨天開始 大概陽轉匡列 也就是 有固定對象的這些接觸者 還有陰政就醫 這個比例上面 從過去的 大概50%以上 下降到50%以下 昨天是49% 今天46% 那顯示社區的風險 的確在 逐漸的攀升當中 在外縣市流史的部分 那51例 這個部分 大概在 北部中部南部 大概都有分布 那 也依據我們的疫調 那分別 有列出相關的 這個接觸風險 那 特徑娛樂場所 有23例 23例呢 根據我們的分析 再來自於 17個 特徑娛樂場所 那其中 除了 這個工作人員 有 事例是在裡面發生之外 其他大概都是 確診者的足跡所至 那密切接觸者的部分 是我們所關切的 因為現在目前 整個的 疫情風險 可能已經從 家庭這邊 來到了職場 那 在這邊我們看到 就分析它的結構 佔比最大的 就是同住家人跟職場這兩塊 那親友接觸的部分 也逐漸的攀升 那親友接觸的方式 親友接觸的方式 那大概 除了聚會之外 那或者是一些 日常的一些 接觸 互動 這個都是一個 可能造成的風險 因此 在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我們強調的是 在現階段 還是必須有 適當的一個防護 那包含口罩 包含 勤洗手 包含 維持適當的社交距離 現在風險的部分 總共有123人 在 5月6號確診 那 全校停課的 這個 學校有12間 那停課的班級 有307班 那總共 影響的密歷接觸者 總共4千人 好 以上是衛生局的說明 好 謝謝 我們分析我們的 確診個案 那現在我們在居家 居家照護的人數 已經達到 五千一百一十四人 大約集結所是 五百九十七人 加強行的 防疫旅館是 四九人 在住院的部分 這個 兩百九十二人 那各位看這張圖 大概就可以清楚知道說 還是以居家照護 八十四點九 這個佔最大宗 那 另外一個我們在 疫調的這個部分 我們有做了一些調整 也請大家 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是高雄市 我們新修正 我們帶確診者的 這個部分 那我們現在 因為確診按照中央現行的一個規定 還是以同住家人為匡列隔離的對象為主 所以我們也新修正了我們的做法 在確診者的部分 假如你是被通知確診 那你當然你會收到簡訊的通知 那我再強調一次 因為你收到簡訊的通知 那我們疫情指揮中心也會收到簡訊的通知 那但是因為個案數大概有一千多位 我們還是要把這個個別的資料 然後做一個判斷 所以你會比我們更早收到這個簡訊的通知 這個醫院就會告訴你 說你現在已經確診了 那他就會告訴你PCR的檢查是陽性 那你要做什麼事情呢 那你必須立刻來對我們的同住家人 這個來做這個居家快篩 然後立刻進行居家的隔離 所以這個部分我再強調一次 就是確診者 當你自己收到醫院的PCR的檢查是陽性 那我們的衛生局也會告訴你 你是確診了 那你要做的事情有兩項 第一個 你同住家人的部分 跟你住在一起的人 這幾天 譬如說你收到確診通知的前三天左右 跟你住在一起的家人 那你必須請他們進行居家快篩或居家隔離 那第二個 你要通知跟你同公司職場密切接觸者來進行居家快篩 好 那 那第二個呢 你要主動回報你同住家人或職場負責人的姓名跟電話 那以現在我們高雄市的量能 我們還可以 這個還是會用電話來做一些初步的詢問 簡單講說你哪有幾個人 好 啊 啊 這個你是在一間公司上班 好 啊 公司 有接觸的人是什麼人 好 那你 除了說家人有幾個之外 好 那很重要的你在職場上 有哪些啊 特殊的啊 密切的一些接觸的人 好 那你要去進行通知 請他們 進行居家快篩 好 那你也要同時要回報到我們衛生局 因為我們的醫療人員還是會打電話 好 但是假如說你能夠啊 這一個啊 在詢問的過程裡面 可以主動回報 同住家人跟職場負責人的電話姓名這些資料 那對我們後續的啊 疫情的管控啊 會更方便 那我們的禮幹事 好 我們就會 發放 關懷包 好 裡面有五支 的 快篩試劑 意思就是說 你現在把你們 你如果確診後你們家裡出來的人 要 進行居家快篩 好 但是那個時間你也是要先自主隔離 那自主隔離的時候呢 那同步的大概 隔天 或因為有時候報告出來是晚上 那我們在隔天禮幹事就會送 關懷包 那 全部 就有五支的 啊 這個快篩試劑 好 那這五支的快篩試劑裡面呢 我們的同住的家人 就務必要進行居家快篩 好 那居家快篩 假如 啊 這一個是 啊 這一個 這個是 陽性 好 檢查是陽性 那 檢查是陽性 好 那就是確診 好 或者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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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的這個 處理 好 那假如是陰性 那因為你是接觸者 所以你還是 必須好 好 來進行 啊 這個 居家的隔離 好 那這張圖呢 中間還有一個 就是 假如是同住家人 那你 進行快篩試陽性 在12月 在12日之前 在12日之前 你還要進行PCR的採檢 好 那12月之後 現在中央在 在 訂定這些相關的 這個規則 好 所以我在這裡再重複一次 就是說 假如你是 快篩陽 好 快篩陽的時候 假如是陽性 那你就必須 啊 進行 PCR的採檢 好 PCR的採檢 那PCR的採檢 好 就會來判斷說 你到底是 要進行居家隔離 陰性 還是居家隔離是 進行居家 啊 這個確診的個案 剛剛說快篩陽性 個案 這個PCR的採檢 這個是到 12日之前 好 要這樣 處理 那中央昨天 也公佈 啊 認為說 假如快篩陽 好 就是 在居家隔離對象的部分 就是 確診 這個在12月 應該在 12日之後 就會來開始 來實行 好 那小朋友的部分 小朋友的部分呢 好 這張圖 好 簡單講 我很快的來 這個說明一次 好 假如說家中有人確診 那同住家人 有在學的學生 那怎麼辦呢 好 那家中有人確診 或者是經疫調 匡列為居家隔離的對象 好 那有時候我們疫調 還是會發現說 這個風險很高 那通常 假如說家裡 大人 確診 現在出來有小孩 要怎樣 高中以下的小朋友 不能可以到學校 好 假如家中 有快篩試劑 或者是我們 市府 會提供快篩試劑 那請小朋友 立刻進行快篩 好 那快篩的結果 有可能是陽性 或者是陰性 那假如是陰性 那就是進行居家隔離 那假如是陽性 快篩陽 好 現在的規定 快篩陽 那還要再進行 這個PCR的裁件 好 那同步 好 快篩陽 請大家注意 你也要通知學校 假如你驗出來 是小朋友是快篩陽 就立刻通知學校 好 那 另外一個部分 你要進行PCR的裁件 好 那PCR的裁件 有可能是陽性 那也有可能是陰性 假如是陽性 那就是 確診個案 好 因為你PCR已經陽性 確診個案就開始居家照護隔離 那假如是陰性 就是居家隔離 3加4 好 在這裡跟大家說明 那當 你通知學校之後 那同班同學 按照現行的匡列的原則 同班同學要匡列 好 這個居家隔離的對象 好 所以學校 會發給 我們同班同學 親密好友 或社團 這個部分學校 跟我們衛生局 好 那 會來進行 這個學校的議調 好 假如同班同學 親密好友 社團好友的部分 好 這個部分 都會發給 這個快篩試劑 那請回家 立刻就驗 列完結果回報老師 那 結果有兩種 一種是陽性 一種是陰性 那快篩陽的部分 那就請立刻到社區篩檢章PCR採檢 假如是陰性 就居家隔離 這個3加4 在這裡 在 這個部分 來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簡單講 家中 假如有 這個 有人確診 那同住的家人怎麼辦呢 這個 在 規定的這個流程 就簡單的 跟大家來做說明 好 那接下來我還是有一些重要的事項 請黃局長 來跟大家 做一個詳細的報告 是 市長 那 因為在整個確診 以及 同住家人 是一個 居隔的狀況下 我們其實有很多 在家裡面要 自己照顧自己的比率 好 那自己照顧自己要 有哪些呢 我們這邊做一個 一些重點的提示 包括說 我們最常用的是說 最近有 家用快菜試劑 好 那這裡做一個簡單的提醒 譬如說 家用快菜試劑 它的棉棒 那採檢棒 採檢刷 它深入到鼻孔要2.5公分 而且是兩個鼻孔都要 進行採檢 有些朋友 因為 我們鼻孔還是比較敏感 那萬一 它只是在外面 稍微碰觸 那這樣可能會找是 不正確的檢查結果 那當然 按照 廠白的說明書 那進行操作之後 它做一個 結果的判讀 那 請特別注意是說 一般的試劑 那在 15分鐘以後做判讀 15分鐘又做判讀 那 這邊有一個QR Code 那這QR Code 就是相關的操作的過程 那這部分 讓我們 檢疫的一個 家用快篩試劑的使用 然後可以讓我們有很好的 後續的一些 處置的參考 那再次提醒 畢竟有確診者在家裡 或是說有居家隔離的生活 我們還是要注意家裡面的一些 環境的傾銷的部分 那包括說 房間裡面 那自己要定期的做消毒 那我們的廁所 衛浴 那每天至少一次的清消 那保持 房間的通風 那另外就是我們 垃圾袋 要有 雙層的一個 密封 那這個 在我們的整個 關來包裡面 有我們專用的垃圾袋 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 那 每禮拜二 禮拜五 有地方的清潔隊 會去做一些清雲的動作 那另外是 在居家照顧之前 我想 這個部分的一個準備 會讓我們在整個居家隔離 居家照顧的時候 會比較方便 包括說 我們有些 必須的 常用的日常用品 衣物啦 衛生紙啦 個人清潔用品 那 電子用品部分 手機電話等等這些網路 視訊設備 那醫療用品包括口罩 體溫劑 那當然 如果有時候 家裡面有血氧劑也是可以 那另外就是說 三餐規劃的部分 雖然我們有用餐 有送餐的服務 但是 也可以有自己的準備 有些乾糧的部分 那清潔用具的部分 包括 清潔劑漂白水 75%的酒精 抹布 垃圾袋 那還有一些是 常備的用藥 那最後是 緊急的一些聯絡的 一些資訊 包括 包括我們個人的緊急聯絡人 或是說 我們高校市政府 我設立的我們的 居家照護轉款的專線 包括生活關鍵專線 07-822-0300 或是我們的醫療資訊專線 07-715-1911 那我們這裡就會有專門服務 那再次做一個建議 因為 對於居家照護期間 有如果要 需要 準備的一些 常備的用品的 藥品品項裡面 包括 我們的解熱 止痛教 乙烯 安分 就是我們講的 最常用的 就是 我們講的 Tinarol 或是普拿疼之類的 那有一些 止咳化痰的藥 那有一些 電解質補充劑 或是一些 止 流鼻水 鼻塞的藥 這通常是抗主持安 然後一些味醣藥 甚至維他命 VC的補充 那這些都是屬於我們的 指示用藥 那可以到我們的藥局 可以做一個準備 那 我最近就協助一個 類似這樣的病人 那他就是喉嚨不舒服 他又發燒 那透過這樣簡單的 常備用藥 事實上 經過 兩天的一個照顧 他 在前面三天 他已經 現在感覺到 好很多 所以 Omicron 多數是屬於輕症 那如果我們透過這樣的 簡單的藥物 可以協助的話 那也是一個 用指示藥物 指示用藥 可以做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協助 那另外 有些朋友 是 剛好碰到需要領 慢性廚房簽 那怎麼辦呢 可能是確診者 也可能是同宿的 同宿居家隔離者 那這個部分 將我們的 慢性廚房簽 我們的健保卡拍照 那 通知 那有 親友協助的話 可以到原醫療機構 或社區藥局帶領 那如果沒有親友協助的話 也透過我們可以 送到到福的 我們的社區藥局 去做一個 這樣子一個聯繫 那這部分 藥師會在接受到這樣的訊息之後 那用 用藥諮詢 指導 然後把藥物 順利的 讓我們的這些朋友 能夠拿到 好最後 因為 因為 在整個 居家過程裡面 畢竟 還是造成一些不方便 所以他們需要一些照顧 所以 我們有很多的一些協助的部分 包括外送 或者其他人員 進入社區的人員 那 可以按照我們的一些相關的指引 那運用四天日 運用一些 登記的方式 或是 強化我們的手部 消毒的方式 這邊十天日我們要修正 這個目前不用了 那做好我們的風險管控 那另外是 居家照護的確診者 個案的 呃 重用照護 如果他沒有親友協助的話 也可以做到這部分 那當然這個 會碰到家門口 或是跟 呃 這些要跟藥師做通訊 和對藥品 微笑諮詢 確保安全 那這裡 其實 這些所有的一些協助 因為 畢竟是居家不方便 所以我們 有責任 協助我們這些朋友 能夠獲得 較好的照顧 所以 也呼籲 我們社區管理人員 必須要給予相當的協助 那 如果拒絕 或是 有些妨礙的時候 那事實上會有相關的 一些規定 齁 那我們 在這樣子疫情期間 大家彼此互相支持 互相照顧 讓 疫情對我們的生活 衝擊降到最低 以上說明 好 謝謝 呃 我們昨天已經跟大家說明過 小朋友有呼吸到症狀 怎麼辦 以及小朋友快篩陽性 而且有症狀怎麼辦 那 小朋友假如是快篩陽性 沒有症狀怎麼辦 大概這幾種狀況 都已經跟大家說明 那簡單講 以現在的 Omicron是輕症 或者是無症狀 占了99.6%左右 所以小朋友其實他 有症狀 其實 有時候會發招 占了60% 或者是咳嗽 等等這些症狀 那小朋友 發燒兩天 燒就過了 所以一般的生理科的醫師 都會 特別拜託說我們的家長 要特別注意 那你如果 發燒兩天 都沒有帶 這樣可能 或是說有一些警示症狀 例如說阿民 在喘 或是說 有一些 小花圖 這個 烙塞 鐵鐵鐵鐵 這要很刺激 尤其 一歲醫學的孩子 甚至是六歲醫學的孩子 這如果在討 或是在浪塞 這都會很特別注意 所以 你如果有 呼吸道的症狀 像發燒 燒 滷皮水 這基本上 我們的建議說 你就先去 我們的生理科的菌疏 那菌疏 那菌疏裡面 我們高雄市的 做法 我們很早就這樣做了 就是有快篩試劑 免費的 你就把醫生提供 我們稍後再做一個快篩 這個 這個醫生 出的就交給醫生來照顧 這個 大家 不用煩惱 這個 要怎麼知道 開始 我們的快篩陽 有症狀 那菌疏 你已經在家裡 驗你就是快篩陽 你又有症狀了 這樣 要怎麼 這樣你就去社區篩檢站 還是九大醫院的 複色小兒科特診 都有 那 地點 時間 我們在昨天 都已經做過公佈 這個 大家也不用太緊張 那 假如你是快篩陽 沒有症狀怎麼辦 就 驗出來快篩陽 現在沒有症狀 要怎麼 沒關係 你就去21個社區篩檢站 來進行PCR的採檢 那 12號 假如規定有改 比如說用快篩陽 密切接住者等等 這個確診的規定 有定義的話 我們再來做一些調整 那原則上 我們就按照我們現行的這個規定來辦理 這個是我們再一次的跟我們所有的這個家長 還有我們的市民朋友做報告 那社區篩檢站的這個特質 在小兒科的部分就是這四個地方 男子射箭場 還有我們的小港 森林公園站 還有 高雄展覽館站 鋼山巨輪路站 都有設我們快篩的 還有 以及 這個小兒 快篩陽性門診的 相關的這個 檢查站 或者是醫師的助診 也要非常謝謝 然後我們基層醫師 大家的 還有我們的醫護人員 藥師 大家的幫忙 好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記者會的內容 謝謝市長 那請在場的媒體朋友 要提問的時候 請示明您的單位 並簡單敘述您的題目 謝謝 來 自由 自由時報提問 那個 台大公衛學的 陳修熙教授 他有指 最近在政論節目上 有指 就是雙北跟高雄的防疫作為 那有提到 就是高雄在 輕重症分流 做得很好 那像是 基層診所 有提供快篩 然後還有 社區篩檢站 有廣設 然後居家照護 有專責醫師 小兒快篩 陽性特等等 那市長怎麼看 那個 教授的 看法 其實因為 這個病都是輕症的 那我們其實 在我們 在我們的公共衛生 跟我們的臨床的 醫療裡面 其實都非常的 簡單都會告訴我們 一張圖 這張圖 這張圖 分級醫療 全人照護的這張圖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出來 這個黃金三角的最下端 就是基層的照護 那進階的照護 就是像我們一些專科 次專科 等等 的照護 那醫院就是屬於中症或重症 的照護 所以 99.6%的人 其實都在基層的照護 就可以解決 那所以 我們 在1月開始 我們第一個就是快篩 所以你看 我們最近量能增加很多的時候 各位看這個 這個 右下角的這個紅字 以前都是一個兩個 一個兩個 但是現在在我們的 基層診所裡面 累計到現在已經發現了 1,019位 幾乎 幾乎都是 在我們這段時間增加的部分 因症就醫 好 的比例增加 那陽性率 在我們基層診所也增加 所以 我想還是要提醒 大家的就是說 其實 輕症 還是基層醫療來負責 這樣才能夠把我們的醫療量能 能夠做最好的一個分配 那第二個呢 我們在確診者的部分 我們還是 高雄市 跟其他的先生比較不同 我們還是指派 基層診所來負責這些輕症的治療 不要讓大醫院的醫師去看 這個輕症或者是無症狀 根本就不用跑到大醫院 就由基層來分流 分擔相關的這個診療的責任 所以你這樣自然而然在 一開始 你就可以把你的病人 有受到最好的照顧 那有你的 屬於你的醫師 那在你的確診十天的期間 全程來陪伴你 那我想我這樣 大家會比較放心 我們也會比較放心 在這裡 也跟大家做個說明 好 謝謝 中國時報提問 就是說 中央有要求大醫院 要控出20%的病床 提供確診者使用 那這樣會不會有排擠到 其他病患的住院的權益 那如果有這個狀況出現的話 就是未來有什麼配套措施 可以去解決 謝謝 這個應該是 20%應該是屬於這個急性的病床 所以一些慢性的這個病床 應該是比較不會受到影響 這個第一點說明 那第二個呢 其實這個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其實在病床的這個需求 那尤其在這個病床達到高峰的時候 那其實在醫院裡面 還是要留給中重症的病人來使用 那換句話說 當他的病情是屬於比較中症或者是重症 真的是也可能 有對他的 這個健康 或者是這個身體有 可能會有風險 比如說有重症或死亡風險的時候 還是要住院 所以就整個全體的病患 在醫院當然要做一個評估 來看說哪些可能不用開刀的 那就可以先回去 等疫情過後再來開 那有一些急重症的開 像一些癌症的胃癌手術開刀 或者是一些腦部手術 或者是車禍外傷的這些急症的手術 這個要開 當然這個量能要做保存 所以我們在三個月前就開始要求說 那就這個部分其實已經要開始先做一些規劃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比較彈性的做法 就是說 那你可能哪一個病床 哪一個病房 哪一個病房區 那這些隨時可以清空的 來做一些應用的一些調配 那這些可能是輕症 那或者是比較沒有時間 或者是急迫性的這些病症 那就可以請他先回去 所以我們已經 大概三個月前就開始請各醫院 來去做要在病房的安排 入院的時候就要做調整 那萬一 假如達到高雄市達到一萬人 一天一萬人的時候 那我們就大概在三天內 我們就可以隨時把這些病房就可以清空 來做一個比較彈性的一個做法 但是以現在各位看得出來說 我們現在其實在病房的入住率 在醫院的這個部分 其實大概是10%左右 我們使用的比例其實不高 重重症的比例不高 所以我們的量還是有充裕 那我們也有一個緩衝的 加強型的防疫旅館 幾乎是95%都是控床 那必要的時候 這個就等於是 醫院的方式 因為現在都是由高醫常 跟四大醫學中心 認養四個加強型的防疫旅館 必要的時候他們就是專者的病房 謝謝 台師提問 想請問一下高雄清冠一號的狀況 那藥局是否買得到 然後是否確診者才能買 然後居家照護的部分可以做配送嗎 謝謝我請潘吉正說明 謝謝提問 那根據我們的調查 目前新冠一號這個藥品在高雄 是有些配置的 那在各的通路裡面 是有一定的一個配送量 那當然這個部分 會依中央這一邊的配付的規定來辦理 謝謝 還有嗎 不好意思中央社提問 想要請教 有部分家長最近提出 希望能夠採線上線下混合上課的方式 然後廣間校園慢慢直播系統 讓家長可以選擇怎麼防疫 那想要請教市長的看法 我們會看疫情 我今天講當然是 今天做疫情的判斷 但是我想這個疫情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說 其實我們高雄跟中南部的這些縣市 現在的數量就慢慢慢慢的 也開始進入一個 往上升的階段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其實在各縣市 在現在來看 大家其實在公共衛生的手段都差不多 對餐廳啊 對什麼什麼的管理都差不多 疫苗的覆蓋率大家也差不多 那南北的移動 帶來社區的一個風險 那逐步的也大概進入 我們大概第三波 第四波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傳染的一個期間 所以我們會有 會來越來越多的 社區傳播的風險 個案數也會 增加 這個部分 也要請大家 特別注意 那所以 線上線下的這個課程 那 我們 在適當的時期 我們也會 進入一個 把這種 線上線下混合上課的部分 常態的時間 我想 這個看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說 今天 大概在學校 居隔的人數 已經達到 4055人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 會根據 疫情的狀況 來做調整 不過 也都請學校 跟我們教育局 做規劃 那這個其實在去年 在Data病毒當時 在我們高雄 或者是台灣其他的地方 我們也都做過 這個線上線下混合 這個視訊的一個 這個上課的這個方式 所以 在學校 他們還是有經驗 不過我們也通知他們說 那其實這個部分 還是要 注意以前的一個發展 那有可能 線上線下的 這個混合上課 這個部分 謝謝市長 那市長 線上有一些媒體提問 那首先是民視 民視想要請教 那有家長提出說 他們在讀國小的孩子 團出同學前幾天確診 那學校沒有立即停課 也沒有告訴家長 那今天才請他們 帶小孩子回來 那結果小孩子 有腹瀉嘔吐的症狀 家長也有類似的症狀 所以想請教說 高雄市的確診 停班課的標準是什麼 那是否同學確診 就要停課 那另外 校方接候確診 要通知的範圍是哪裡 那這樣是否有隱匿不常的問題 那第三個 如果學校有小孩快篩陽性 PCR報告還要等待的時候 那是不是會造成應變的時間差 那是否會考慮說快篩陽性 就等同確診 有學生陽性就停班呢 好 謝謝我請判記這樣說明 好 謝謝提問 那根據這個案例 那我們也實際去瞭解 這個狀況的發生 那事實上 這個同學前幾天確診這個描述 可能是不太正確的 因為是快篩陽性的狀態 那當然快篩陽性 在目前這個階段 在5月12號之前 中央六七星指揮中心定義 它還是屬於疑似個案 那必須要經過PCR才會確診 那所以這是一個法定定義上面的不同 但是呢 我們講快篩陽性這個部分 基本上它就存在風險 所以在高雄市這一邊 那我們今天也擬定了相關的這個 SOP 剛剛市長也有說明過 基本上如果居家快篩陽性的話 那通知必須要通知學校 快篩陽性的話就要通知學校 那學校這一部分呢 會依據 會依據在 這個同學的活動的狀況 那發給同班同學或者是 親密的好友或是社團同學 這邊所謂的接觸者 這個兩支快篩四季 然後回家立刻驗 那驗完之後呢 下一點結果 要回報給學校 回報給老師 那如果是陽性 那當然是 就以目前的一個規範 還是要進行PCR 才能進一步確認 是確診或者是不是確診 那陰性的話呢 基本上就直接進入居家隔離 第三加四的一個規範裡面 那這是 在 目前我們訂定的這個流程 以上說明 好 我們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我們今天在 這個 居家照顧跟接觸者 居家隔離跟採檢做了一些調整 那以前我們匡列 然後去做PCR的採檢 那在明天開始 我們會 調整一些程序 讓他更快速 就是說 當你收到簡訊通知的時候 那 確診者 就知道說 我已經確診 然後也收到衛生局的簡訊的通知了 那你要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 我們會問你說 你們有幾個人 那譬如說 我家就三個 或者是 我跟 我的太太跟我的小孩三個 好 那這個名單 要請你提供 好 因為你最清楚 我們在做醫療 第一個問題也是同樣的問題 好 那 這個部分 好 這個務必要 立刻告知我們的醫療人員 或者是自主的來回報 好 那第二個我們會 請你通知 職場跟你密切接觸的人 因為其實實務上在運作 已經有很多 自己確診都會通知說 我兩天前跟你吃飯前 你要小心 你要趕快去驗 快篩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 也要拜託大家 因為防疫 現在進入一個社區流行的階段 我們還是以輕重症分流 照顧確診病患為主 那職場的密切接觸者的部分 你的動輸 你的動輸 跟你做的吃飯最清楚 你就跟他們說 你快快篩一下 好 然後看快篩的結果 到底是什麼 好 那以前我們是 這個確診者 幾支快篩 或者是居隔者 幾支快篩 三支 兩支等等這樣 那我們現在以加戶為單位 就把五支 好 那你腳真的不足的時候 那你跟立幹事講 我們在補送 但是原則上 我們就加戶就是送五支 好 那 那 這個部分 那你的家人 好 你就馬上可以驗快篩 好 你就驗一下 好 看你的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那 假如 5月12號之後 中央假如調整規定 快篩癢就是確診 好 那我們會有一個查核機制 會請我們的醫療人員 再來確認 這個到底這個PC 這個快篩 還有他的流行病學 還有其他是不是有什麼 一些狀況 那我們來判定 是不是確診 簡單講就是快篩 快篩癢 好 來做為一個確診重要的一個依據 好 那這個部分就要拜託大家 好 那同事 那你同事完同事自己驗快篩癢 那這個部分 好 那就要把你的那一支包著來進行PCR的採檢 好 這個部分 我們的流程 那以後 就會做這樣的一個調整 那學校的部分有哪些差別呢 學校的部分有哪些差別呢 學校的部分簡單講 好 好 也因應未來快篩癢作為的這個診斷來看 好 那 假如 你家裡面有人 確診 好 我在重覆 所以家裡面有人確診 好 小朋友快篩癢 那機會很高 因為是屬於高風險的族群 那就要立刻通知學校 好 由學校再來進行第二波的這個防疫 就是說 這個小朋友快篩癢 那同班同學 就居家隔離 好 那居家隔離的時候 也同學 我們每一位同學 好 高中以下我們會發給兩支的快篩試劑 那就請我們的家長 學同我們的同學 用快篩試劑來檢驗 那快篩試劑假如是羊 那就到PCR採檢站 好 來判斷說他到底是陰還是羊 好 那假如是羊 那就是確診 那假如是陰性 那就繼續進行居家隔離 好 七天內不能到學校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有做了一些修正 跟大家做報告 好 謝謝市長 那 今天是提問 那 新北市政顧問 陳秀西教授 有稱讚我們高雄 提前做源頭分流 那想請教說 市長到底是採用哪些專家的意見 那麼實際成效 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 我們 高雄市是每天晚上的七點我們會開專家的會議 有流行病學家 還有我們四大醫學中心 還有包括國軍的醫院 負責的像我們 國軍總醫院的科院長 還有卵中和的陳院長 我們大概每天都開會 那另外 因為我過去就是學公衛的 所以包括陳教授 陳秀西教授 還有很多 我以前的老師 包括陳建仁老師 我都會 有碰到一些比較困難複雜的問題 就會問他們 謝謝市長 那大概新聞提問 那請問目前無症狀確診者的居隔日是10加7 是要以做快篩日算第一天 還是收到快篩報告作為第一天 因為有家長反應各地公所說法不一 現行的 現行的規定是以PCR 確診 或者是有症狀也算 發病日 有症狀發病日那天 或者是確診 因為有時候沒有症狀 就是用PCR的確診日 都有 謝謝市長 聯合報提問 那新北國中會考 考區設29個考場 那教育局授權各國高中 得經防疫小組會議評估後 考前一至二週可以進行居家學習 想請教高昂師的做法 這個部分我們的教育局 現在正在徵詢各國中校長的意見 現在他們在進行討論 我們是希望說 假如能夠有一個一致性的一個做法 那也好 那當然也尊重各校的一個規定 不過讓我們 讓教育局徵詢一下大家的一個意見 看怎麼做會比較好 但是我想 站在我的想法 就是這個 因為要考試 那你只要確診你就沒有辦法進去考試 可能就要補考 就可能大家會覺得 這個比較麻煩 所以 假如說你在考試前十天 那 把風險降低 至少在這十天裡面 染力的風險降低之後 要考試就會比較方便 所以這樣 可以比較確保學生的權利 那 我們之前已經有規定說 前十一號開始 那這個當然是 確診的話 就可能會 就沒有辦法考試 那假如往前的話 確診十天大概也 也還OK 比較 大概已經恢復了 比較沒有問題 就可以參加考試 所以這個我們還是跟我們各學校 這個教育局徵詢一種 我們就會立刻對話說明 謝謝市長 最後一題 那TPBS想請教 那目前快拆季實名是 各方有很多意見 那與市長在擔任副院長的時候 推動口罩實名是有差 那想請教市長的看法 我想 這個 我們是希望 因為假如這個數量充足的話 在 有需要的部分 其實 大家也不要太緊張 因為現在一鋪貨下去 馬上就一下就結束 所以 在鋪貨的管理應該可以再更多元一點 就是還是要有一些 其他的人 假如說 在市場的機制之下 他想多 他想 他想買 或者真的有需求 那還是希望說可以盡量的做安排 那不過高雄的做法是這樣 我們還是 跟我們的醫療體系做結合 當然你就沒煩惱 你就 你如果感覺 怪怪的 如果贏贏 身體沒有什麼 你去盡量看 這個部分 我們就可以提供免費的快賽設計 你還要花錢 還有他先給你看 這樣不是很好 所以不用太緊張 就是說 你還是要有接觸的風險 你還是要有接觸的風險 譬如說你在 在北部地區 或者是在哪裡 有跟 確診者 可能足跡重疊 或接觸 那 那個時候才使用快賽設計 沒有 不用煩惱 有的人 一天 一天 五次 那也沒好 你如果真的 真的沒有 這樣也沒有 那你一天 五次 其實還要一天 其實差不多 所以不要急 不要緊張 那其實我們在 一些 做法上 我們其實都 相對來講 是比較嚴格 譬如說 我們在學校 我們會拜託我們的老師 假如有呼吸道就診 呼吸道疾病就診 隔天 你還是休息一下 因為你第一次驗的時候 有可能是 沒有驗到 那CT值可能當時剛發病 比較不高 所以 要進去學校的時候 再驗一次 那驗兩次 序 序列的檢測 那 假如真的有抓到的機會 就會 比較高 像我們之前有一個 國中的 客人老師 他有呼吸道症狀去驗 沒有驗到 結果隔了兩天去學校 一早 身體不速再驗 哇 快篩癢 那後來真的確診 所以 在風險比較高的地方 其實 驗了兩次的快篩 其實 我覺得 幾乎可以 取代PCR 幾乎可以取代PCR 所以 這個 連續兩次的快篩 其實取代PCR 是沒有問題的 市長 不曉得各位還有什麼問題 市長 不好意思 TPPS還有追問最後一題 新冠一號 提問剛剛的問題 我們黃區長 要補充 來 市長 在這裡跟 各位市民 稍微說明一下 新冠一號 它本身是屬於中藥裡面的 處方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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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要中醫師開出來 所以 剛剛提問裡面提到說 市民可不可以去買 基本上 要醫師開廚房才有 這是一個說明 第二個說明是說 我們有沒有 我們的居家照護 有使用清換藥 有 那我的瞭解是 像我們中醫院 所以這部分 一定要經由我們的 我們的居家照護 然後轉介給我們的 中醫師 然後他們會做一些評估 評估之後如果適合的話 他們會開例 謝謝 還有嗎 市長不好意思 還有最後一題 那個TPBS補問 那 勞工局之前有公布 如果職業原因確診 或死於執災 那可以請供商駕 若因個人因素確診者 只能請普通的商駕 試駕或車修 但是因為現在疫情大爆發 很難確定感染是否和職場有關 請問有沒有新的配套 那另外市長也想請 也想請教市長 就是彰化縣有議員說 什麼高雄市的官員快篩免費 市府的回應是 我選判記證說明好了 是 有關第一個問題 就是職場相關的這些 疫情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 在我們的 調查裡面 大概都會有 呈現所謂的指標個案 那至於說來源如何 那在跟 負責人這一部分的一個關係 那我想 各個職場都有各個職場的特性 跟他的一個防疫這一部分的一個部件 那在相關職場的一個 傳播的風險裡面 職場負責人這部分 應該是會有一些比較完整的配套 那這個部分我們依照 這個因地 因人去質疑 那第二個就是 有關於提到的 這個彰化縣議員所提到的這個問題 剛剛是 剛剛是政府這邊嚴正回應 絕無此事 那我們會議傳命方制法這邊 進行追究 好 跟大家拜託一件事情 因為現在疫情 實在是大家都很忙 假如有那種錯誤的訊息 就更 澄清 實在是浪費大家的時間 所以不能做這個缺德的事情 這個 這個所有的訊息 那種 惡劣的 這種 這種 尤其是 這個 這個做一些操作 我覺得不好 所以 我們一定會重罰 我們 這個問題到這邊結束 那謝謝各位媒體朋友 那記者會到此結束 謝謝 謝謝